今天和大家去吃日式放題 加火鍋放題 我今天去的這一間 其實有兩間分店 兩間我之前都有去過 分別在銅鑼灣和荃灣 我今次來回銅鑼灣的這一間 我其實之前就是吃去的五市火鍋放題 都蠻抵食的 現在的價位 成人$118 就有兩小時的五市火鍋放題 如果想升級 吃高級一點的火鍋配料 和刺身的話 就可以貴一點 $178 吃這個 升級的火鍋放題 不過我今天吃的 不是五市 是晚市 晚市的放題 亦是分了 火鍋放題 日式放題加火鍋放題 另外 還有一個升級版 會有一點貴價一點的食材 最便宜的火鍋放題 $168 到$208 不等 看你的時段和平日 只是假期 如果加上日式的料理 刺身的話 晚市的放題 由 $228 到$268 不等 升級的話 就$278 到$318 不等 高級一點的刺身 牛肉也會比較漂亮 我今天 吃普通的日式放題 加火鍋放題 星期日 早的時段 定價是$248 要7點半前 或9點半後入座 不過 我介紹的 當然是有點優惠 我其實就在Openwise購買QPON 它的QPON $203 一位 但是 我用Openwise的優惠碼 減多$60 即是每位相對 減了$30 變成$173 一位 另外 現場 每位補多$23 即實際我付的價錢 $173 加$23 200也不用 就吃到晚市的日式 加火鍋放題 價格上 蠻不錯 蠻抵的 雖然 已經比我上次吃 貴了一點 但是性價比 依然都是不錯 還要我今次去的這間分店 其實位置都蠻方便 正正在銅鑼灣 如果你由銅鑼灣港鐵站走過去的話 就可以在時代廣場的出口 這裡 走到出街之後 向著鵝頸橋方向 一直走 穿過鵝頸橋 即是打小人的位置 穿過一條鵝頸橋 右手邊 這幢大廈 就是今次吃飯的地方 如果你在電車路那邊走過來的話 在打小人天橋底的位置 旁邊這條堅拿道西 走進去 走三兩棟大廈 上兩層樓梯 或者坐電梯 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個生日優惠 生日前後一天來光顧 二人同行的話 生日的位置七五折 四人的話 半價 六人的話 二五折 八人以上 生日的位置免費 同一棟大廈 其實都有好幾間火鍋燒烤放題 大家可以看看 我預約了五點半星期日 早了一點到 門口等了一會 入座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不算特別高級 都是一般普通餐廳的格局 我們兩個人 就坐了一張四人的桌子 座位都算闊落 而且這裡有個好處 你打火鍋的話 可以選擇 一人一鍋 又或者 用一個大鍋都可以 兩樣都可以 你看看桌面就知道了 有五個爐位 四小一大 要大鍋就沒有小鍋 要小鍋就沒有大鍋 隨便選擇 好 首先就選擇一個鍋底 鍋底的選擇 都有好幾款 有些都幾有特色 好像有香檸藤椒金湯 花膠豆香魚湯 這兩款就相對特色一點 另外其他的 壽喜燒 三鮮豬骨湯 松草花松茸湯 重慶麻辣湯 紅燒牛骨湯 龍香番茄湯 椰香沙爹湯 及皮蛋芫茜清湯 都有 我們這次就叫一些普通的 麻辣湯底 及皮蛋芫茜湯底 就一人一鍋 好 和大家約摸說說 這裏放題食物的選擇 這裏的食物選擇 其實算蠻豐富的 飲品及一些普通的火鍋配料 在外面自取 飲品的選擇 有些大陸的選擇 有些罐裝的汽水 罐裝的茶 韓國的飲品 有些支裝的茶 另外還有些啤酒 山啤 有罐裝的家事伯 自己針的山啤 還有果汁 都有的 還有一部熱飲機 有幾款熱飲可以自己沖 選擇上不錯的 正路水平 跟著調味 有些大陸的調味 薑蔥蒜、辣椒 油脂醋 另外因為有刺身 有刺身的豉油、芥末等等 跟著外面的火鍋配料 都是一些基本大陸的火鍋配料 好像有蕃茄、粟米、幾款菜、幾款瓜 唐山菜、椰菜、蓮藕、薯仔、蘿蔔片、窩筍、瘦珍菇、冬菇、金菇、雲耳、舉藥、胡絲、豆泡、山根、唐色年糕、麵、即食麵等等 外面的選擇大致就是這樣 不過最主打的始終都是這個 Scan QR Code 下訂的食物 選擇算是不錯的 我這個價位 火鍋的肉類 有美國牛肉 極上牛肉 紐西蘭、羊肩肉 英國 草治牛舌 特選豚肉 五香雞件 跟著其他的火鍋配料 有炸魚皮 幾款的丸 好像流心丸 牛筋丸 貢丸 另外有餃子 幾款的餃子 蛋角 午餐肉 蟹柳 芝士 波波腸 牛帕葉 鴨血 雞公子 布包豆腐 響寧 道亭烏冬 另外 亦有不少海鮮類選擇 好像有 八爪 蜜魚滑 蝦滑 海蝦 廣島蠔 台灣 冬包片 鮮油 青口 蜆 除了火鍋類的食物之外 還有日式放題的選擇 選擇上 雖然沒有一般日式放題店那麼多 但是 整體選擇都不少 有 幾款的沙律 蟹子沙律 海捷沙律 還有裸肉 煮蜆 鴨血 花膠 粟米湯 天婦羅 有 蝦天婦羅 還有 番薯天婦羅 另外還有些炸物 好像 榴槤炸彈 紫森香護丸 雞皮餃子 炸廣島蠔 芝麻雞翼 燒物 有一口台灣腸 雞軟骨 雞泡魚缸 串燒香蔥雞肉 燒菠蘿 燒番薯 另外壽司 也有好幾款 有花枝暖 三文魚腩 松露帶子 鰻魚 等等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 刺身 當然是日式放題 不少 我這個價位的刺身 有三文魚 帶子 甜蝦 泰式山蝦 八爪魚 筆記背 尺背 欺凌魚 仿包片 就是這麽多 如果升級的話 刺身就多了 珍寶赤蝦 珍寶帶子 橡白鋼 劍魚腩 蠟魚柳 藍青口 火鍋的肉類 也多了 牛小排 澳洲手切牛肉 好 開餐 續樣來 首先是火鍋 這裏火鍋的肉類 質素算是不錯的 尤其是以這個價位來說 算是不錯的 有三款牛 兩款牛肉 一款牛舌 豚肉 羊肉 雞肉 都有 牛肉 有美國牛肉 和極上牛肩肉眼 美國牛肉 就是最普通的 美國肥牛 這隻相對普通一點 但以肥瘦比例來說 其實也不算差 吃得過 好一點 當然就是這個 極上的牛肩肉眼 這個 相對肥瘦比例 均勻一點 不過肥 肉味也不錯 不錯的 外觀 就是這個樣子 不錯的 不錯的 另外這個紐西蘭羊肩肉 也不錯 酥味不重的 我覺得這些 配麻辣鍋底 棒 一來可以披走一點點 這些羊酥味 二來 相對吃麻辣湯底 配羊肉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跟著這個豚肉 就是這個樣子 正常水平 也不錯的 牛舌 就是這個 外觀不是我想見的牛舌 但吃起來不錯的 質感也可以 雞就沒有試了 跟著還有 多款的海鮮 這裏下單位 大部分都以 件數 隻數做單位 蝦就是一隻隻 蝦的尺寸 算大隻 也算鮮甜 不錯的 也算新鮮 蠔 應該是急凍蠔解凍 可以 跟著 台灣冬包片 其實我覺得是 房包片 我本身其實喜歡吃的 OK的 跟著 魷魚OK 不錯 青口都蠻大隻 蠻好的 蜆 我覺得就一般 牛扒葉就蠻好 鴨血 正常的 OK的 另外我就再試了他的蝦滑 蝦滑 口感都OK 不錯 也有蝦味 跟著韭菜豬肉餃 也算是不錯 牛筋丸 正常 這個芝士波波長 看看多小粒 OK的 粟米留心軟 相對特別一點 都可以 炸魚皮 看看多大盒 如果可以小盒一點 就好了 炸魚皮也算脆 不過大盒了一點 基本上 叫的火鍋配料 還有就是這些 另外有些我沒有試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 主打的 當然是 刺身 我這個價位的刺身 選擇就是普通 不算特別豐富 但是最大陸的刺身 都有 刺身方面 水平就普通 沒什麼特別驚喜 很一般的水平 三文魚 就不算很肥美 普通的 帶子 就細細片 甜蝦和 泰式山蝦 就正常 包片就不錯 赤背 筆記背 都可以 八爪魚 正常 欺凌魚 一般 整體刺身的水平 普通 不算特別出色 而且 我點的數量 和他比的數量 基本上我點了兩彎 兩彎都不同 例如第一彎 我有叫甜蝦 不過就沒有給 我之後那次叫 再加上才有 大致我叫四件 但是我鉗出來 應該只有兩件 然後就是壽司類 壽司我試了不太多 花之戀 三文魚腩 火隻 芝士蝦壽司 燒鰻魚壽司 香蔥吞拿魚軍藍 就是這麼多 吞拿魚軍藍不錯的 芝士蝦 普通 鰻魚 賣相不太吸引 而且鰻魚比較細 三文魚腩也是 相對於三文魚腩的魚 比較細 也不算特別肥美 而花之戀 也相對是普通的 壽司的水平也算是一般的 另外一些小食類 這個 不是打火爐的麻辣鴨血 不錯 挺夜味 海折沙律 和微乎裸肉 都正常 OK的 然後這個 粟米濃湯花膠 這個不錯 足料 不過細碗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食放題不夠就再點了 這個 味噌煮蜆 普通 另外 炸物 天婦羅 蝦的天婦羅 正常 蝦的尺寸也算大隻 脆口的 可以 跟著這個 炸蠔 OK的 榴槤炸彈 榴槤味也挺重 芝心香芋圓 芋頭味也挺香 不錯 跟著雞鋪魚肝 就這樣細細碗 正常水平 另外雞軟骨 也正常 而芝麻雞翼 雞翼也算飽滿 味道還不錯 燒番薯仔就正常 燒菠蘿也不錯 而我覺得這裏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裏的甜品 這裏的甜品 不是一般自助餐放題食的 雪糕雪條 蛋糕布丁之類 而是 自家製的 中西日式甜品 好像有 宇治抹茶巴菲 或者榴槤的巴菲 跟著 就有軟雪糕鍋膚 另外 還有一些綿綿冰 楊枝甘露 榴槤甘露 泰式芒果糯米飯 榴槤班戟 鮮草芋圓 幾款的奶凍 布丁 薑汁湯圓 冰糖雪耳朵木瓜 軟雪糕 雜果杯 等等 選擇上 比較近似甜品糖水泡的甜品 就不是 自助餐放題的甜品 這裏相對就特色一點 整體甜品的水平 都不差 雪糕都算滑 這個榴槤甘露不錯 多重榴槤味 真的有棵榴槤 跟著這個鮮草芋圓 都不錯 芋圓 煙韌韌韌 而這個洋芝甘露就一般 相對就普通一點 冰糖雪耳朵木瓜 正常 可以 薑汁湯圓 OK 湯圓就是芝麻餡 而這個綿綿冰 不錯 口感很綿滑 看看這個抹茶 巴菲 賣相 不錯 雪糕的抹茶味 都香 我想你在 甜品店吃 隨時都吃你幾十元一杯 當然那些應該大杯一點 鍋芙配了雪糕和士多啤梨 質地都不錯 配雪糕一起吃 不錯 另外 叫了一個雜果杯 有西瓜、蜜瓜、火龍果 整體來說 各樣的甜品質量都不錯 真的要留肚吃甜品 看看甜品多豐富 非一般的甜品 基本上 絕少會在放題自助餐店吃到甜品 整體來說 這個牛脂鍋 火鍋放題 加日式的放題 性價比 相當不錯 200元都不用 已經可以吃到 這麼豐富 而且質量也算不錯 火鍋 加日式放題 火鍋的肉類 配料 整體不錯 而日式放題 相對刺身和壽司 就一般一點 其他的日式料理 都不錯 重要 這裡的甜品 相對比較特別 少在外面的放題店吃到 整體 都非常滿意 都幾推介大家來試一下 是大嘟嘟和滿嘟嘟以外的 一個不錯的選擇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過其他東西 拜拜 接著 我們 會